沒有罰則 因為沉默就是最好的懲罰 他現在是那天跟阿蓮 兩個人促膝常談 熱淚盈眶 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想成為什麼 第二 你手上擁有什麼 第三個 你應該放棄什麼 你想成為天后 那你現在又是一個新人 你就應該要放棄這些 七情六欲 至少如果是真的話 不能被抓到 女友又撒包含陳寧久樂臉哭了 吳宗憲遇成為天后 要放棄七情六欲 八周年 八周年 憲哥超大方 在棚內豪灑紅包 18號吳宗憲和Sandy 吳山如婦女倆 一起和來賓還請小明星 大跟班八周年 兩人雙雙為人父母 談到近期延燒的虐童案 氣到不行了 因為我自己孩子那麼多 我看那種新聞是 看到真的是 抓破沙發的 我今天呼籲一點不一樣的 好不好 各位喜歡生小孩過程的朋友 真的 要想著責任的問題 好嗎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ake the risk 法律上 真的要給予最重的一個懲戒 很難過啦 一大早起來看到新聞 然後就真的忍不住就一直哭 雖然我們平常的工作是娛樂大家 但是這種事情其實 我覺得光呼籲不夠啦 就是 比較具體的作為 很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有吳宗憲第四個女兒支撐 同為他旗下藝人的歌手 MUSA日前被拍到 和陳寗就共處17個小時 傳出緋聞消息 沒有罰則 因為沉默就是最好的懲罰啦 他現在是那天跟阿蓮 兩人促膝常談 熱淚盈眶 他的解釋說 我們真的就是在做音樂 只是就是說 如果三更半夜 呆呆十幾個鐘 如果進入音室做音樂或幹嘛 十幾個鐘的常有 但是他現在閉門思過 那到底情況是什麼 因為我也沒時間可以管他嘛 這都是我們 有時候會講說 敬愛令或什麼 我唯一敬愛的一個人 就是我右邊這位 台灣女藝人 第一位 出道十年 然後沒有任何緋聞的 就是右手邊這個 你看Sandy唯一是什麼泡溫泉 他現在可以證實不是了嘛 後來那個人還做算事好了 是人家老公耶 對啊 所以 你藝人怎麼可能做得到 你看左邊那邊 每一個人都一樣 你想成為什麼 第二 你手上擁有什麼 第三個 你應該放棄什麼 你想成為天后 那你現在又是一個新人 你就應該要放棄這些 七情六欲嘛 至少如果是真的話 你不能被抓到嘛 年輕人他們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有什麼樣的狀態 這個我們真的還在那裡管不了 我現在就拜託大家給我一個工作的機會 終年失業婦女 你如果要再去一次 可以啊 OK啊 我在講第一時間 我就有歡迎 包括黃安也都可以來 我這一輩子還沒有去 封殺過哪一個說 這個人不能來 那個人不能來 但是呢 你要來 就要問過製作人嘛 如果說 欸有適當的才藝表演 或什麼可以跳舞啊 或者是可以唱歌啊 或者是譬如說 顏值擔當啊 或什麼這些 我們都歡迎 那他抽籃給你 要看才藝嘛 對 對 有時候 有些藝人來講 兩天 算太多了 哈哈哈哈 他會怎麼 大便挑戰 大便 大便 兩千塊你好意思 兩千塊你好意思 我聞到這айн 卡通 快拿走 快哩